早晨,今天是9月19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有博威环球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Tomas,今早大使有什么? 来着美国议息 我们也要看看如何左右大使的表现 另外,也看到港股新股市场有回乱的迹象 待会谈谈新股 观众朋友,如果你对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转头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好淡增持收市微星 美国联储局星期二起 一年两日会举行议息会议 市场气氛观望 导致轻微低开后一度跌72点 之后倒升 收市微星6点 报34,624点 标指微星3点 报44,53点 立指向上的微星1点 报13,710点 立指金龙中国指数下跌38点 收市报6780点 欧洲股市要跌 法国和德国股市跌幅超过1% 焦点美股方面 科技股普遍要向下 苹果新推的iPhone15预售反映理想 股价升1.7% Tesla要跌超过3% NVIDIA一度跌4% 后倒升收市 以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方望股ADR 普遍做好 阿里比本港收市高1% 折合85.05元 京东上日见过上市新低后 ADR比本港收市反弹 不足1元 折合121.66 另外 港交所和汇控 都比本港上日收市略高 汇控折合61.02元 看看亚洲区外围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 现在早段要向下 跌超过200点 最新跌225点 报33,307点 首二综合指数微升1点 色尼普通股指数跌33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跌35点 背11,361点 在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方向美是很明确注的 最新升引10点 恒指在17,900点水平上落 转头会和大家跟进 现在和大家谈谈外围情况 上日美股就见到很淡争辞 最近焦点两个 第一就是等星期四 香港的时间凌晨 联储局的议息结果 另外就是看着 美国汽车工人罢工的情况 对经济会有多大胎泪 财长耶伦就说到 现在没有迹象显示 美国经济即将陷入衰退 又说现时判断 汽车业的罢工 可能会带来的影响 现在做一个判断 他说是为时尚早的 再说一个言论 有没有博士之称的努斌尼 最近接受外电访问 他说到 现在估计今年如下的时间 但美股会向下 建议大家沽空美股 因为投资者对信提和债券市场 就过分乐观 并且警告 按着目前环球的经济形势 美股恐怕会下射一成 而其他市场表现 或者会更加差 他说到 最近油价攀升 会导致通胀维持高企 认为英文银行和欧洲央行 应该继续加息 避免滞涨发生 美国情况好些 相信经济不会硬着陆 但市场预期 明年初减息是错误的 相反 他认为 联储局需要进一步加息 但一次减息的时间 要到明年年中 这是他的评估 他认为最快都会到明年年中 Thomas 你认不认同Rubini的说法 今年如下的时间 策略不是买美股 甚至应该倒转 做沽空美股 沽空来说 可能会进取一点 但事实上来说 美股现在都是一个偏高的水平 我认为今年初到现在 走势一直都比较强 但似乎刚刚公布了 中期业绩时 个别科技股当然表现不错 但整体方面来说 其实不算是好标签 简单用道指来看 五大权重股 平均盈利增长率 大概是21% 但现时道指的市盈率 到25倍以上 算出来的市盈增长率 高过一倍 但当然如果用科指来计算 这个差距更加大 所以本身已经是科技股偏高的状况 现在连反应传统经济股的道指 都是出现这个状况 所以后市方面 的确稍微有戒心 但至于现在来到一个沽空的时候 可能都要去考虑美股的投资情绪 始终现时来说 都是倾向比较高涨 所以仍然是有些投资者 未必是用一个非常理性的分析 而是纯粹是憧憬前景方面的向好 来到入市的时候 所以资金仍然会买盘相对比较佔多 但也值得留意 例如Linfidia 一直都是在美国的科技股 主导整个走向的状况 高位是500美元 昨天收市位已经去不到440美元 其实由高位回落是超过一成 而那个时间来说 也不是很长 几个礼拜已经有这个状况 不到一个月 所以对于美股 我认为你已经持货的朋友 息度的减持就比较合适 但就算是进取的 也好 如果要考虑要沽这个美股 可能都等出了那个意识结果之后 你确认市场一致认为 未来的加息的压力仍然大 才考虑沽空会比较好 好 那我们看看上日港股的走势 图就是这里 恒生指数 昨天再次失手18,000点收市 科指跌穿4,000点 恒指昨天低开113点之后 跌幅一度扩大到288点 低位跌穿17,900点 收市跌252点 收报17,930点 跌幅1.3% 国指跌100点 收报6,209点 科指跌90点 收报3,987点 跌幅超过2% 大市全日成交只有845亿 北水连续第三个交易日 录得正流入 金额87,3,000万 主要买入ETF为主 赢富基金有384,000万 北水正流入 南方恒生科技ETF有611,000万 恒生国指ETF有3亿 北水正流入 看看正流出方面 中海游有北水的轻微正流出 港股三个星期以来 又第一次未能站稳 在18,000点以上收市 科指跌2% 刚才报导说 跌穿4,000点 同时跌穿100天线 试着250天线 大市观望着联储局的议息会议结果 还有点阵图对息口前景的预测 以及人民币走势 都是大家关注焦点 你评估后市的走势如何走 还有 我想 6月打后到现在 不少朋友都喜欢炒Range 你觉得如果炒Range 现水平又是否一个合时的时机 其实就要考虑 为什么港股比较弱 我想最主要来说 都是与人民币的走向是有关的 明显地 美国的加息周期暂时 未有那么快来结束 最主要的考虑 就是看通胀的状况 如果看6月份 当时是3% 7月份是3.2% 去到8月份的数据 就是3.7% 似乎有一个向上的趋势 距离目标通胀2% 就会走远了 所以 虽然9月份 就不会加息 但是去到11月的时候 暂时的加息机会仍然是高 如果去到11月加息之后 通胀未曾有回落的迹象 继续有一个升温的趋势 其实就会变成 就像有鲁斌尼所说 加息周期 就比上升中 就会比较长 另外一个方面 会看就是油价方面 现在纽约旗油 就去到超过92元 伦敦旗油更加去到超过95元 那个状况 市场预计的时候 其实伦敦旗油 去到年底前 应该是可以去到100元 但是 这一个言论 就不是现在说的 就是 早两三个礼拜前 8月中下旬的时间 市场已经有这个预测 似乎现在油价比预期中 走得快 的确会令到通胀的压力 不只是美国 环球的通胀压力 是升温 对应人民币的时候 因为本身人行只是考虑是否会减息 肯定不会加息 跟外币来说 息差会有一个抹阔的状况 所以就导致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比较大 上周三 就叫做靠稳一点 美金对人民币 就大概是7.27元 现在刚刚看回的时候 已经去到7.29元 不排除 可能今个礼拜尾 有机会去到7.3元 这些位置 所以就令到外资 流出的机会 就会比较大 这个因素去看 其实对于港股来说 那个压力 又在 但始终都跌了这么多 尤其是对应其他环球股市 其他是升的 我们就出现一个跌的状况 现阶段去看 那个下行空间 我自己觉得 又未必是这么大 暂时关注点 可以留意 17,500这个位置 大概是8月的时候 那个低水平 亦都是今年以来的低水平 跟现在都是差几百点 我相信这个位置的支持度 就会比较高 所以如果要作为一个 炒波幅的考虑 现水平就未必是那么有利 尽量是低过18,000 倾向上来说可能大概是17,700附近这些水平才会建仓 然后寄莫 恒指有机会 弹回到18,300到18,500 这个范围都可以考虑一下 是 这个就是恒指走势的 这个范围的判断 恒指其实我觉得难看 就是因为所有移动平均线都叫做跌穿了 反而科指 目前来说还守在250天线流上 你说如果炒 Range或者博一个反弹的时候 你觉得恒指是值得买一些 还是 科指反而的直博率会高一些 要去考虑 就是比较多人会选恒指 就是一般人会选恒指 所以如果你说科指的幅度会比较容易跟着 不排除 但是如果你以成交来考虑 做恒指就会比较好 现阶段去看的时候 如果你说对应科指 3900年这个位置 倾向上的支持度会比较高 昨天刚刚失手了4000这个位置 已经去到一个比较近的3900的位置 所以暂时去看的时候 看看有没有机会 落到3950或以下 才考虑建仓就会好些 但是上升的空间 暂时预算来说 可能是4200到4300这些位置 未必会有一个很大的波幅 是的 是的 多论务 好 一定要 等一段时间 所以 继续